回到這個Oscar的模擬營火會 首先由問答環節開始 突然變得那麼靜 第二集 在上一集經歷過什麼 突然靜了 好 先問問你們 可不可以說出Serenie 最新的派頭作品 的名字 很開心 說你們真的很留意 我們只留意對方 我也不想知道 最留意兩個單位 就是你不將其他人放在眼裡 是嗎 解釋一下 什麼氣氛 我剛剛說 解釋一下 不是 我也是 Hello 你們好 新年快樂 那就過了一個星期 大家又是兩個星期沒有換衣服 很有新年氣氛 是的 又要介紹一下 來自這個66dessert 這個來自IG購物 有很多麥克風 低糖配方 隨便吃 有興趣的可以上他們的IG購物 看看麥克風 超漂亮的 但我說 剛才在等開播之前 Serenie正在投放新的MV 樹 現在應該出了一段時間 但我不知道 原來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 上個星期在說一腳踢的東西 原來是 不是這樣負責東西 沒有東西的 那是自己的帳號 那是自己做的 所以是很閒的 你自己負責的 我們Rae負責 是的 所以時代找個人負責 你們有五個人做事 但例如拍MV 那些現在 例如budget的問題 或者找人 找人手的問題 是不是已經不成很大的問題 對你 對你 你都要quality control 或者很多事情談 看看人們合不合 我是很幸運 找到一個好團隊 但也不代表要永久 跟一個團隊合作 可能要找一些不同的人 但如果大家看到我出來 開始拍廣告 或者是有KOL的帖子 就知道我在跑數 你們的MV呢 你們的MV動畫 怎麼搞這麼多錢 即那個budget這麼厲害 動畫已經是 我們做過最貴的一個 暫時 但是它也有懲價 但是對我們來說 都已經有點負擔 其實都是大家幫一下幫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去幫人做 幫幫人做一些東西 可能我們會 就是用我們的技能去給 那你也要感受代言節目 代言節目 因為真的不是 不是每個人在這個Stage 說找人幫忙 那些人就肯幫 你怎樣跟人相處 不過很重要 就是娛樂圈的人 所以很會怒 幸好我們都 對 很感恩 就是一路上 都會有些人幫 說得很好 他都感恩這些字 這個字是那些男團的隊長 他就說很感恩 下去感恩 多謝香港樂圈 你們有遇過很harsh的對待嗎 有沒有 先看你怎樣回答 那你先按不夠 暫時合作過的人都很好 還有我們會五個人聊 有一個offer 我們會聊一下行不行 我會提供一下行不行 起碼大家都有些共識 都會避開了一些 嗯 我會 prefer positive 的分享 就是大家簽些什麼之前 要看清楚 還有可能有些東西 可能是他告訴你 是這樣的 但是幾年之後 你發現原來他是 將你賣了給一些人 而你是不知道他用另一間公司的名字 但是這些東西 你又很難trace 你真的要有些有power的新的合作單位 才幫你fight 到回來的話 我就覺得如果一開始 我是沒有做這個決定就好了 但是其實現在look back 就是很多負面或者差的經驗 都是承受今天的我 如果不是我可能都是一個 犯來張口 就是讓人給機會的人 而不會那麼主動去努力運行 反過來問你有沒有什麼決定 你覺得做得很準確 所以 最近就是我覺得拍了這個MV 因為我覺得看漂亮的兒子 人的心情真的會很好 分開一下 開朗 分開一下 就是看漂亮的東西 據說我很明白那種追星的感覺就是 原來你就是想看一些美麗的事情 好像BL 腐眼開光 很喜歡看兩個男人搞在一起 腐眼開光 那我就最近覺得這個最適合的決定就是 肯付錢單日消費過數紀錄去拍MV 好貴 說一下這件事 新歌是怎樣 各自分 下一會你那首是樹 樹這首歌就是 我覺得很個人成長的作品 這個就是一個個人成長的故事 可能對或者不對 可能是真實 但我覺得最後來說 都是一個 我覺得是Linguistic Breakthrough 寫詞的時候 那些用字 或者一些 Melody的寫法 都是 我覺得是暫時來說 最優惠的作品 謙謙你覺不覺嗎 我覺的 我覺得很喜歡 因為很好笑 他覺的時候我都覺的 他也不可以說不覺 不是啊 真的有份證 我發了一個Top Line給他的時候 他就很好奇 說為什麼可以寫到 他在寫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我會這樣寫 因為他也發了給我聽 我覺得很好聽 近年我都比較少拍MV 因為大家的預算越來越高 還有我覺得取態就是 我不用MV 隨便吧 但後來越看得多 朋友拍MV越來越漂亮 我就開始妒忌心寵 我就說我又要拍 之後我又不想有懲嫁 我就自己去跑數 例如大家看到我拍過廣告 或者我出一些KOL帖子 或者開很多演唱會 然後覺得自己要儲到一塊錢 之後拍完出來的感覺 真的很像 那些總理捐了很多錢 因為大家看完MV內容 我明白的 你明白的 因為我一傳給他看 他要檢查音樂的東西 然後他就在巴掌叫出來 不是 那些鏡頭 你真的 要不需要這樣 看兩個 我想問你 他說到還要跑數 還有那些經濟壓力 我想問一下 八卦一下 我最喜歡入了五強 令到你的經濟壓力 會不會釋放了一點點 不會 入了五強 有錢收 譬如那時候大台那些 台慶頒獎典禮 那些人拿了事後 或者入選了 雷佩閣就已經升價大升 是的嗎 有沒有這些事情 你去年Chill Cup 你都拿了獎 有沒有令到你 經濟壓力沒有那麼大 可以做到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也不是直接的 因為獎項帶來的是 我覺得獎項是認識 你那一刻的所謂成就 你很多事情都要慢慢長期建立 我覺得要找我一起合作的單位 都是很有軟見 而且真的很有品味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你隨便找一些明星去做 你都拿到流量 但原來你想找一個人 其實可能是很惡頂的 或者是很奇怪的 很有氣場的 或者氣場有點怪怪的 你也是一個商業的決定 而且我覺得你本身已經 stand for something 他找得你的話 他要 match 他就是要你這個 我不覺得以前是太高 或者太低 我都是衡量自己 有錢就心癢 那你們的新歌呢 剛才剛剛說完樹 我們今年會出一隻大碟 叫做 Presence 愚無意外 愚無意外 那個愚無意外是日期 還是大碟名字 日期 OK,Presence一定是 因為我們本來想著去年年尾出的 好像是吧 所以你現在很肯定這樣說 是的 我們11月不知道多少日出的了 11月 那就是壓力了 今年12月出大碟 12首歌以上 即是你以為是2022年的年尾 就會有一隻大碟 是的 都是圍繞著Presence 其實包括謠 包括千世書 其實都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當下 或者這一刻 那時候我也是跟小黑這樣溝通 這個我也想問一下你們的 就是你們那個音樂的品味 是透過什麼培訓出來 就是看什麼 即是你們就是Beatles 有沒有本地音樂的養分 我有聽 但我不覺得那些是養分 你急收一下 我真的聽 很好 不是為他們主聽 不覺得是養分 剛才我聽到你說 你說你從小黑也是先聽詞 是的 原來我是近年開始寫詞 才發現大家去聽流行曲的時候 聽的部分都很不同 我自己就是學彈結他 其實我小時候是彈琴 彈琴在香港其實都是 classical的訓練 但是彈了結他之後 那個音樂世界多了很多 流行音樂 然後結他那個 即是他跟近一百年的音樂的發展 都很相關 就是rock 什麼音樂 我透過我哥哥去接觸音樂 因為當時我還很小的時候 大家用Shirton那部電腦 然後他們會在一些網站 通常這些網站 聽到聲音 不知道為什麼 下降了很多歌 然後我就跟隨他喜歡的人去聽 然後聽一聽就發覺 原來我是早過很多人去聽流行曲 當時是哪些人的流行曲 其實是甚麼人都有的 有香港 當然最多是香港 TWINS TWINS很棒 我記得當時夾完樂隊 大家一坐下來就很喜歡 說自己喜歡甚麼歌 但那時候我完全不認識 那他們說甚麼 對,他們有很多名字 知道嗎? 那些人認識很多 不是的,他們有很多樂隊 那時候覺得 為什麼我甚麼都不認識 那時候就開始聽別人聽些甚麼 都慢慢存起來 我爸爸以前都是一隊樂隊的主唱 我聽過這個故事 對,他們就常常在家裡 WONNER的對手 我聽過這個故事 但是 不是,因為他上次也是這樣說 他上次也有說 他爸爸是WONNER的對手 但是他永遠都不說 對樂隊的名字 因為我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MIRROR的對手 對手 以前就是WONNER的對手 現在的兒子 MIRROR 所以是直接對樂 所以全部 原來都是自己幻想出來 就是跟他的孫子說 所以是爸爸 那時候是 一開始是 然後聽很多BGs Eagles BGs 你有這個表情嗎? 我小時候 然後就學唱歌 即是吹唱號 完全跟流行曲那邊隔絕了 有一陣子 直到有一次看Eason演唱會 然後就 嘩 可以這樣 然後就開始玩SyncCon 嗯 我想 其實我都跟阿謙差不多 都是 夾Bang 跟著 Bang 彈一些名字給我 然後前面我聽到一個朋友說 他說 你這樣很難的 你試一下 躲著眼睛 你隨便打幾個字 總之第一個名字彈出來 你就聽那個 因為你洗到你那個playlist 都亂了 挺好的 我最近很欣賞這首歌 然後我還訊息了陳榮謙 我說 流行曲那次真的很難寫 但我很欣賞這首 我覺得一定很難寫 我覺得很直白 我經常寫來寫去寫不到 就是反對無效這首歌 其實有很多類型的 超好 有很多直白 我覺得寫來寫去寫不到 他旁邊也不會覺得自己寫到 我也寫不到 很厲害 他把限時動態 限時直播寫到 我會 不知為何 好像覺得寫不下去 但看到又覺得很… 很合理 其實那些 我覺得最難寫 那些東西出名是巧口 巧口寫我功力未夠 我想努力一點 所以下一首歌 我應該寫那些很直白的 有甚麼事外歌 求婚歌 是否想填 不要反對 是否王偉忠 但因為 就是上一集有講起 有講起COLA 我看到網上的留言 就是說 這首歌的歌詞 很棒 不是 他說沒有內涵 但我覺得 你不是每一首歌 serve function 都一定要有內涵 內涵就是合理的東西 這首歌經常有太多大意義 我很害怕聽這首歌 對 我也是覺得 好像任重導演 太認真 可以的 你認真 還有 你四分鐘的歌 你想醃製到多少東西 例如這首歌是被人認識COLA 那就是COLA 或者很重要是配合曲風 每首歌都是 這首歌 大家各國的歌詞 都要配合曲風 評論者 是代表他自己多些 他自己有內涵的東西 為何你在聽流行曲呢 我大家姐 她有兩個小孩 她經常聽CICCOLA 她經常佈著磅 然後 當The Hurt 歌曲上 你知道MIRROR那些一定會上 我不知道 但是 他們未上 在紅樓之中 有The Hurt 他們很厲害 如果他們那首未上 但我們上了 他們會生氣我 因為他們很喜歡MIRROR 怎麼搞的 我以為你很開心 你的關係好像不是太好 其實很討厭 好 最後這個問題 剛才說他們今年的大計 是呀 在說年尾出碟 你呢 今年有甚麼 我今年 我三月會想 會有一個 classical music的東西 稍後會一起公佈 我那時候應該公佈了 那時候 會跟一些小交響樂團 有些cross over 可能5月 11月都有些大型的演出 我暫時都是想寫歌 但我今年是想做一些樹類型的歌曲 一些沉靜一點 溫柔一點的東西 但其實可能無緣無故又出了一隻 神經病的大碟 我不知道 都是你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對 還有我今年有個大計 約Oscar吃飯 對 要有 叫他們 是不是 不想跟我單獨吃 不是 好 好 現在約吃飯了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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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三位我很熟悉的 Hello 你好 來個大問答 你知不知道這位是誰 其實是否有音樂抱負的 不只是跟電台來做音樂 他找我的時候 他是Hi林海峰 我心想 我不是林海峰 我自信地覺得 是不是他聽了我的節目 覺得挺好聽 然後找我做 才是好